这样阴门 说普贤普达入这不遂泄土法门 而能够在这不遂泄土法门行进方便 入海 海是比方的意思 入来的功德 功德也加海 海是比方形容 甚深广大 方便就是在这个理体上 在理体上 没有言说的 理一切相 这是真 就是真如的尸体 所以要想从这个真理上 成就一些事 在果上不能说的 因上可以说 巧立因门 因是发心了 出发意了 从因弃果 这叫方便 这叫方便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大方广化讲 从折落本体说 没有言说了 方便善巧 四线言说 神经验说 咱们最初讲 相信你自己的心 相信自心 与披露折诺 无二无别 这个时候是体 体内纯粹讲理性的 怎么能达到 体具了 把体具了变成了现实 用理来成事 体具的是理 变成现实 现在的 修行的现实 那这个叫方便 方便是要事说的 真理体性是要理说的 用理来成事 用理来成事 那么就理一事无奈了 理一事无奈了 这个就用方便散瞧 说空 不迷于空 说空不迷于空 说事 用这个因来去这个国 因果交涉 因果交涉 理生事了 事了变成理了 每一件事都变成理了 这是华言所讲的那个 事事无奈法界 从文字这上讲啊 大家记住比较困难 理呢 就让我们现在心 现在心啊 这是指真心说的 事呢 就让我们以前生活所做的一些事情 事事都变成理 吃饭啊 穿衣啊 行住坐卧啊 都把它变成一针法界 你看 事来成理 事就是显理 那这个事呢 是理成就的事 事又能显理 那理即是事 事即是理 这就叫理是无奈了 那显这个 华安经书胜的法 显它的功德 当你弃正的时候 异地修 修到成就了 达到究竟了 这就叫因缘 因缘满了 因缘满了 就是投入国海 国海 正入国 从因入国 因缘过满 但是在你具体行李当中 有差别的 差别的 把这些一切差别 汇归于一切坨坊门 就像 随时的 各个的河流 咱人手下的水 最后都昏归于海 从别入宗 让我们念佛 修常观 学教义 人家各 福的圣号 福的圣号 读诵大成 这是在行的过程当中 行的过程当中 是有差别的 赶紧正到佛果了 入了谢坨门了 就没有差别了 没差别了 就通过于国海 所以 普贤菩萨所入的 不虽谢托 怎么入的呢 是以方便 方便法门入的 那么说是 大家都知道 十大愿望吗 就从十大愿望 而修 弃正 佛的古海 这是从四上达到礼 达到礼 那么我们现在一天 从长起来 三点钟起来吧 说上殿过堂 文法 或者念佛 或者修行 或者做一切差别事 都把它叫成佛式 佛式呢 这叫方便 善巧 没有方便 你不能弃弱 弃弱了之后 得到最后 得到谢托 得到谢托 但这个谢托的法门太多了 以下呀 念十个 十种法门 来彰显这个 重重无尽 不可思议 有谢托门 另外严静一切佛果道 调弱 调福纵山 令究竟处离 这是义总啊 有谢托门 明溥义 一切入来 所修 具足功德 警戒 有谢托门 明南临一切菩萨地 住大院海 有谢托门 明普现法界 微尘数的无量身 微尘数的无量身 有谢托门 明眼说 骗一切果度 不可思议的数 差别明 差别明 有谢托门 明一切微尘数 西线无边 住菩萨神通境界 有谢托门 明一切微尘数 西线无边 住菩萨的神通境界 有谢托门 明一念中 现三四节 成坏事 有谢托门 明四线 一些菩萨 住根海 各入自境界 有谢托门 您能以神通力 化现 种种身 骗无边法界 有谢托门 明显示 一些菩萨 修行法的 次第门 若一切 广大方便 这上头 举了十个谢托门 十呢 是从一到十 形容无尽的意思了 十个害有时 十个害有时 无穷无尽的 无穷无尽的事 就是谢托门 随众生的因 而给他说法 让他谢托 众生有好多 无穷无尽的众生 对于每一个人说 不同的 根基不同 他领受不同 咱们先讲 这第一个 这谢托门 严静一切 佛果道 调伏众生 令究竟出来 严静一切 佛果道 咱举例来说吧 咱们现代 所居住的 是说不思见 释迦摩尼的 国道 他的国道 叫三千大千世界 你要想立一众生 得有个处所呀 没个处所 到哪去立一众生去 严呢 就是庄严 庄严 像什么法堂啊 花啊 仙啊 灯图啊 这硬体的建筑物啊 严是庄严 严丝的意思 庄严的意思 童的就是处所 所以在这个庄严伏众生 调伏众生 调是调理 不太理算 很扎乱的 众生的业啊 非常扎乱 那么你要想在这个国度 调伏众生 得适合这些众生的生活 习惯 这个佛度呢 佛的国度 分四种 分四种 有横 有树 有大 有小 各个的差别像吧 有长所说的 凡圣同居 有凡人 有圣人 是凡圣同居 唯有圣人 没有凡人 那个国度 那个度 有不同了 方便 有余 大菩萨 纯粹是 大菩萨景界 十地菩萨 所居住的 那叫十报庄严 佛自己 所居住的 叫常济光 济光静动 凡圣同居 方便有余 十报庄严 常济光 徒有四种 不论从哪一种说 一臣一畅 臣是最小的 一个微臣嘛 最小的 一个畅 差就包括一个佛的 三千大千四戒 不差 都把它严禁了 严的 用法律装严 咱们所严禁的 用事物装严 打扫清洁卫生啊 供业香化慢啊 这是严禁 这是严禁 说严的不同 说严的不同 但是以说法为主 说法为主 问他究竟处理啊 文论法啊 法是什么呢 是一个叫你的 处理的方法 处理方法 这四个 四个的一致处 不同 那所教授的方法也不同 我们先想讲讲这个 调严度 调身 调众生调什么呢 调众生的烦恼 调他的习气 消灭他的业障 那么 身有四身 土有四度 土嘛 就是依止处所 和身 依止和处 第一个是法性身 是性身 性身 依止是性土 法性身 依止是法性土 他是以真如 为他自性 为他的本体 为他的身 这叫法身佛 法身佛所居住的土 叫法性土 是理 这叫理法界 理法界 存在的激光境度 藏起光境度 身 跟土 跟你所依的处所 身所依的国 身所依的国 身是自性身 土是自性土 法身 做的激光境度 纯粹 纯粹理法界 身是空的 土也是空的 法性神是空的 法性土也是空的 身土不二 没有差别的 不是我们所说的 色相 所能摄受的 没有色相 没有色相 相为处罚 身是入风虚空 土呢 也骗一些处 也入虚空 这叫自性神 以着自性土 自受荣山 他受荣 他受荣山 所依的土 就是受荣 自身受荣的土 所依的处所 自身受荣山 这个神土 是以法喜为乐的 是以法为自受荣山 是自己的报神 这个佛呢 是卢舍诺 国度呢 是实报庄严 不是济光了 实报土 佛以清净的 清净的 报身 报身 住在这 实报庄严土 度的众生 都是大菩萨 地上的菩萨 大家读过梵网经吧 都很读着 都书吧 梵网经 就是 如首诺佛 我佛 路佛 做的那个座 宝座 是一千亿 一千亿 一千个莲花 一千半莲花 莲花瓣是一千多 每一半就是一个果斗 这叫实家 大化 每一个世家 都化现千百亿世家 这实报庄严土 千百亿世家 所做的果子 就方便 有余了 大千世家 就对方便 有余 好吗 一个实家 就换个千百亿世家 一化 百亿国 一国 一世家 千百亿国 千百亿个世家 这叫小化 小化 这是 凡人也有 圣人也有 凡圣同居 同居 福的四身 现的四度 法身 报身 化身 和一生身 那么在这个 清净佛国道 这四度 除了这 长继光景度 这三度 调伏众生 让他都达到 究竟清净 精净清净的 都像佛一样的 也能成佛 这个土啊 就说居住处所啊 是随着你 正报转移的了 正报如何 所显现的 你所居住的 促所 就如何 如何 他那装严的 受容 也都各有各的 不同 各有不同 讲到他受容 他受容身 他受容陀 佛的应神 有圣应神 刚才讲了 就是千世家 就是圣应神 千百世一世家 就是 列应神 佛一他大慈悲的力 其实 十对菩萨 所依得的 所用得度的 这个净土呢 就是大 大 这是他 佛现的十报 专生 是为他受容 他受容 就是重生 受容 你是他受容身 得他受容同 这是十地 专制的 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就是 第一地 欢喜地 欢喜地 第二地呢 是离构地 第三地 是发光地 第四地 是厌晦地 第五地 是南圣地 第六地 是现前地 第七地 是远行地 第八地 是不动地 第九地 是散会地 第十地 是法云地 这个地呢 就是十地菩萨 他正一份法身 断一份无名 这叫圣阴神 十报作严度的圣阴神 但佛德化身了 就变化身 变化什么 他转化不定 咱们看见在印度 实践摩尼佛 是个比丘像 老比丘像 随众生的福德 所见的佛神 不一样 现在呢 咱们连圣阴神 列阴神 都见不到 所见的是像 像 同住的呀 泥缩的呀 木雕的呀 见的是中种像 这都是变化身 变化身 就是变化的土 因为变化身 不定 土也不定 所居住处所 国度也不定 时好 时好坏 时好很难静的 时好很混乱的 这是随众生 有什么缘 居住什么处所 大小 都不一定的 是变化的身体 对 如果我们当前 我们现在的 所处的处所 都是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国度啊 有的战争 有的灾害 频繁 有的水灾 火灾 地震 种种不同 这是随你 众生的业 所感的 所以你受容的土 是变化的 无常的 你的心 变化过 你所处的处所 也在变化 所以理性的咱们不讲 理性的大家 这个很深的 咱们从客观的 现实来讲吧 为什么我们不能卸脱 这个是指卸脱门说的 都是卸脱的 正报卸脱了 一报才能卸脱 正报不卸脱 你干的国度不卸脱 同时一个国度 同时一个处所 各个人所做的事 不同 那说你干国呢 也不同 住的土呢 也不同 你住这个房子 也不同 什么呢 所以你是正报的福德 你这样来理解 法性山 住的法性土 受容山 住的受容土 变化的 随意变化的 那就随着化身 所做的土 各有各的差别 咱们知道 有住的环境非常很优美的 他住的出所呢 有卧室 往外头还有花园 还有水瓷 还有游泳 有的多少家住在一个楼房里头 那环境就不同了 这也是个人的福报 商品房 看你花好多钱 你花好多钱 又买了好多房子 你到别墟里头 那随你的福报了 再往上头说 往上头说 土不是这样子了 你所居住的座所不是这样子了 是四王天 他们所做的 不是假人工的 是他福报所赶成的 没有人工修建的 他灾害 没有 那么人间的灾害就不同了 例如说 现在 我们处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头 我们很安静的 阿拉伯事件 恐怖的袭击 每天看报看电视吧 人说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以前很难点 现在不同了 每天都有爆炸 恐怖袭击 这是个人的福报 就是谁业了 业不同了 有的受水灾 有的受汗灾 有的是感染疾病 瘟疫传染 而急报随着正报 懂得这个道理了 就知道 身 和所居住的处所 咱们说土是国度 专制是国家说的 咱从小了说 每个人住的地方 都不同 有的有的有那个建文业 有的连建文业都没有 外的天大的变化 他不知道 他连听都没听见 他有什么喜怒 耐乐吗 没有 现在传闻不是很普遍吗 电视了什么 音响了多得很吗 但我们普通寺里头 大家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小天地 五代三 算是大天地 普通寺是大天地 是小天地 什么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是于此 但是这个不知道好啊 你难定啊 你知道你心里发烦呢 这你没有建文业 建业文业都没有 当然更没有神授了 这个道理很深的 看起来好像 听着好像很浅的 道理非常深的 所以啊 这个邂途门 这个邂途门 是什么呢 这个邂途门 就是说 佛者正德的 严静一些佛果度的邂途门 调父纵伤 令医学纵伤 究竟处理 同时说不思见 说见的不疼 说俄兰尊者就问佛啊 他说佛啊 你过去修行时候 是不是心里不清见啊 所以感到你这个果度啊 说说不思见又张又烂又坏 跟极乐世界 跟其他佛果度 一比起来啊 不见 就无浊得事 说这个时候非常不好 而杰拙 而众生啊 之间差别特别多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60亿人口啊 60亿种看法 麻烦死了 见不通 没有一个清静的 都在烦恼当中成长 烦恼当中生活 这就烦恼作 也有老死的 也有小死的 几岁也死了 老里死了 这就命作 生到这个地方 邪拙 见作 烦恼作 命作 还有一个 死 都要死了 死的时候 寿命啊 非常浑浊 不像北极鹿州 人人都活一千岁 中间没害病的 就真走了 但是最大的苦恼呢 他没有佛法的 不信佛 也没有 所以像 威托菩萨 三周感应啊 没有北极鹿州 北极鹿州 也在舒伯斯街 欧兰尊者就像 向佛说了 文殊菩萨 在一旁边 说不是的吧 我看见这个世界 清净得很 文殊菩萨 咱们在这五台山里头 这叫清凉宝山 黄金为地 咱们看见黄金地吗 土木杀石吧 咱怎么来认识它 这是随你的业 见得不疼 见得不疼 咱们见的是 我说那是 佛在这个时候 显神疼 用佛阻止点大地 马上变成 华掌世界了 那俄兰一看变了 不是那个世界了 这个世界 就是华掌世界 严禁的一个处所 原生出所 为的目的是什么呢 调伏众生 令他处理 处理 这个叫谢陀门 有这么个谢陀门 什么呢 严禁一切果斗 调伏众生 令他处理 那怎么样理解呢 说这个说法世界 这么坏 古著那散 就用这个果度的坏 来调伏你 让调伏你的身心呢 武则那是这么坏 你还不厌离吗 让你生出离心 出离心 也厌离 求向得个难路的处所 我还要跟你说极乐世界啊 那是拿乐的了 拿极乐世界 跟现前母所见到的说法世界 两个相别 你就知道了 这样来调伏你 你心里才能念佛 求佛 还不做乐 还不做乐 这个谢陀门啊 调伏一切众生 调伏的烦恼 调伏他的知见 处理 第一个谢陀门啊 第二个谢陀门呢 谱义 有谢陀门叫谱义 义是道字讲当道意思啊 往哪儿去 往什么地方去 这叫义 这就是一切如来 所据说的功德境界 就是功德境界 要你希望功德 先功德 佛呢 是骗于一切处的 是修成就的 要你去 到佛所 到佛所 到佛所呢 就把你这个烦恼就断了 到了佛的处所 就了着佛的境界 谱义是如来 所据说的功德境界 就是 向往 一切祝福 他们据说的功德得相 这个谢陀佛 这个谢陀门就这个谢陀门 第三个谢陀门 叫南丽一切菩萨弟 树打冤海 这个南丽菩萨 使一切修者 一共有六种功德 修行者有六种功德 一者要慰 第二种叫愿 那里一些菩萨 让他都能达到佛的境界 这下文是详细讲啊 这是标题了 这是标题了 因为你不到佛的 不许不到亲近佛 不知道佛的境界 你怎么能知道修行的方法呢 佛片有六道 那么 就是说 佛在六道当中度众生 他每度一种众生 有一种警戒相 有一种警戒相 现在在末法时会 你到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也是佛的道场 佛的道场都是种种警戒相 这个道场是这个警戒相 你到那个道场 那个道场是那个道场的警戒相 都是以着佛德尔建立的 如来俱读了一切功德警戒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名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入送计刃 这场提供下的病毒 终于方向 宣布 这场提供奏 忠费 在累重 共筧 airport 王浩 你好些了吗 嗯 你瞧我们的女儿 长得好漂亮 嗯 的确很漂亮 刚才圣光国王的使臣来过了 圣光国王的使臣 他怎么来呢 我们两国交战了这么多年 怎么圣光国王会突然派使臣来呢 圣光国王 听说我们生了个女儿 特意派使臣来求婚的 他希望我们两国和亲 和平解决两国关系 自从我们两国开战至今 双方皆损失惨重 现在既由临婚求和 正合我意啊 既然如此 既然我们就答应这个故事吧 既然我们女儿的诞生 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那我们就给她起名叫安宁女吧 好 从此以后两国结盟成为了好朋友 不久 范尸国王的王妃又生下了一个男孩 取名叫安宁 姐姐 你追不上我 弟弟 你慢点 姐姐 姐姐 你追不上我 你是谁 安宁 这位是圣光国王 圣光国王 这位应该就是安宁女了吧 嗯 没错 是她 安宁女已经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了 我这次是来迎娶她的 好 希望你能好好地爱护我的女儿 我会的 父王 父王 我姐姐到哪里去了 她嫁到圣光国王那里去了 我也要去 我要跟姐姐在一起 这怎么行 你姐姐已经成家了 你去干什么 你是太子 以后要继承王位 料理国政 你 是不能去的 不要 不要 我要去找姐姐 哎 圣光国王安好 笑儿安宁 思解心切 让安宁来吧 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对待 就这样吧 让安宁收拾一下 明天 送他到舍卫城 与他姐姐团聚 只怕要跟圣光国王添麻烦了 安宁到了圣光国王那里以后 圣光国王想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对待他 教他骑马 射箭 及世间学分 然而安宁慢慢的变得骄纵 而且目中无人 个性 个性也变坏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做了一百多件犯法的行为 安宁女和圣光国王再三劝导 都受不到任何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派人告诉范师国王有关安宁的重重行为 安宁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一百多件犯法的事 不行 我得给他写封信 安宁 你身为王子 未来要继承王位 做人民的表率 不要再胡作非为 如果你再一意孤行胡作非为的话 我将与你脱离父子关系 希望安宁能够痛改前非 安宁 你父亲给你写了封信 哈哈哈哈 不要胡作非为 父亲他是老糊涂了吧 还说什么脱离父子关系 哼 谁稀罕他这个父亲 安宁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乐意怎么说就这么说 你管不着 哼 好 我不管你 来人 给我把他赶出王宫 哼 圣光国王 你会后悔的 我来自负兰的 我说的 我会把他赶出王宫 你会把他赶出王宫 我来自负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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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这个安宁居然要杀我 我真该马上杀了他 但他毕竟是反尸国王的王子 恐怕反尸国王会不悦 若在法庭上辩论 再判处他死刑 则比较妥当 安宁 对于你用弓箭行刺的行为 可有话要讲 你不是没事吗 你可知道 行刺国王依照本国法律 可是死罪 这有那么严重吗 且不说此事 再说你之前所触犯的一百多条法律 是城中百姓怨声载道 你说该怎么办 呃 这个 这个嘛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不严重 我就算判处你急刑 恐怕也无法平民怨 啊 死刑 来人 把本国法律法规拿给他看看 你根据自己的行为 看看你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我若判你死刑 你有没有意见 没有 来人 把他带下去 这世界上还有谁能救我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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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佛陀啊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生命 请您救救我 你们不要杀他 放了他吧 可我们若是甚至释放情形罪 只怕无性命 没关系 我亲自去跟国王说 国王 请放了那个罪犯 不要杀他 世尊 他放了许国罪 你应处死 但如果您能射手他 而他也愿意出家 我可以释放他 我愿意 我愿意出家 好 那我就放了你 你跟随世尊出家吧 世尊为安宁 祝父 祝祭 传法 他在世尊的指点下 很快地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 正如阿罗汉 世尊 是什么姻缘 让安宁太子造作步伐的事 几乎被处以急刑 又何以能在临行前 而被世尊所救 还度他出家 使他证得罗汉果 不但是今生我救护他 度他出家 或证罗汉果位 而且前生 我也曾经救过他 使他得到四禅五通 前生 是的 很久以前 印度鹿野院 有位苍奇国王 当地有个恶人 做了很多非法的事 后来苍奇国王 判他死刑 当正准备杀他的时候 他心生恐惧 连连呼喊救命 那时 鹿野院附近 有位大仙人 具足五种神通 看他非常可怜 很想救度他 便来到恶人的面前 恶人看见大仙人 就恭敬临礼 请仙人救他 仙人请释放恶人 放了死刑犯 是会被砍头的 我们可没有两个头 怎么能将他放了呢 仙人说 由我去跟苍奇国王说吧 在我未找到苍奇国王以前 请你们暂时不要杀他 恩 仙人找到国王 帮恶人求情 国王说 如果不杀他 您得带他出家 于是仙人带恶人到森林中 传授他教言 他依教师行 最终得到四禅语通 比丘们 当时的仙人 就是现在的我 那位恶人 就是安宁太子 仙奇国王 就是圣光国王 以前他在临死前 我及时援救他 并叫他修得四禅五通 现在 也是在他临行前 我救了他 使他证得阿罗汉国 世尊 是什么样的姻缘 使安宁太子 今世转生在富贵王家 身相庄严 并能在佛前出家 或者与阿罗汉国的 希望世尊 为我们宣说 前后姻缘 这是他前世的愿力 在贤劫人寿 两万岁 加瑟佛住世的时候 有一位生为僧众 一生为僧众心情做事 临终时他发愿 我一生出家 为僧众做事 没有得到什么成就 希望我将来 能在释迦佛住世的时候 让佛欢喜 出家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 获证阿罗汉国位 这位直视比丘 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 因为他前世的愿力 现在已经成熟了 所以今生 能在我的教法下出家 灭尽三界烦恼 成为阿罗汉 多谢世尊